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下了线下体验馆 从现场去打卡的粉丝来看 就能看到肖战受欢迎的火爆程度 可想而珍重是本人亲自到场 必定又是另外一番惊喜了 这部粉丝都不单定了 肖战不仅在国内人情火爆 更是深受海外粉丝的喜爱 长久没有更新动态的肖战 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的新消息 就和亲动着海内外千千万万粉丝的心 栖息将至 肖战所代言的品牌Rose Only 若氏在线下专柜投上了肖战的最新代言图 有粉丝跟品牌客户小姐姐确认了 这是最新拍的照片 照片在网上流传开来 韩国粉丝十分激动 表示太想念肖战了 不到一小会儿 立马上了韩国社交软件的事实论说吧 虽然身处不同海域 但是所有粉丝与他的思念是相同的 肖战 大家都只想表达一件事 就是太想你了 你看到了吗 肖战是一个具有中国气质的偶像 他身上的中国风不仅吸引着国内的粉丝 他所散发出来的魅力 更是深受着海外的粉丝喜欢 他说中国风就是属于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的风格 他骨子里面有一种传统的中国风 他会思考 如何用一些更与时俱进的一些方式 让现在的年轻人去理解中国文化 让这些传统的文化给传承下来 不得不说 Rose Only是一个非常浪漫有爱的品牌 自创立之初 完一只致力于打造全方位的高端爱情信物 始终秉持着信者得爱 爱是唯一的真爱理念 不仅是浪漫的见证者 为爱承诺的谱写者 更是鼓励以心示爱大胆高白的倡导者 还记得520的时候 百队战役现任集体云婚礼吗 其中有一队警戒战役侠侣 他们十分幸运都受到了 相满碎传的对接和小战清选的十九只玫瑰 战役英雄脱下了战袍 穿上婚纱礼服 全国人民一起见证了他们的爱情 他们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祝福 记得之前有一个小战三次元的朋友 在网上列艇小战 小战大人十分真诚 会珍惜每一个人 大学时期的日子是色彩生动的 时常去朋友家轰趴 叫朋友的妈妈干妈 和朋友一起看电影大游戏 玩桌游 当最好的两个朋友谈恋爱吵架了 他也得当电灯泡 从中劝和 成名之后粉丝特别多 他和好朋友的相处变得谨慎了 吃饭都得仔细的规划路线 如果是再不行 就避不开粉丝 干脆在家里吧 没法去电影院就在家里边 看早就为他下载好的电影 当肖战的朋友会很幸福 软软的将领的名字 祝你幸福 叮嘱你要保护好自己 就像他那次采访 谈起友情的话题 他沉默了许久 再次开口有些哽咽 眼眶泛红 我还是以前那个肖战 还是以前那个样子 他真的很珍惜每一个朋友 很多人都说肖战活成了 在他自己想娶的样子 会做饭 会打毛衣 缝缝补补的也可以 会养猫 会拍照 手机还会贴膜等等 挣钱养家也可以 太优秀了 长得帅气 性格又很好 对爱人也就是 无微不至的呵护 看到余生 心里边都酸了 一想到大型越狗现场 就更想嫁了 当作为肖战的粉丝也很幸福 有一种陪伴叫做肖战和小飞侠 他们成为了朋友 家人 他们一起做工艺 一起谈甜说的 一起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一起变成更好的自己 会叮嘱粉丝说要注意安全 会叮嘱要好好学习 要认真生活 会为粉丝唱歌 为粉丝画画 会告诉大家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温柔可抵艰难时光 会行胜于缘 却用行动来立证明自己 说你特别好 我喜欢你 踏入乐圈这条路是肖战自己选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条路 会是平顺安稳畅通无阻的 一旦选择了一条路 就坚定不移的走下去